嗨,大家好,我叫做杨志豪 我现在是芝加哥在伊利诺州的房产经纪人房产中介 然后我今天想要做一个这个影片来跟大家介绍说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买房 那你在芝加哥买房要经过怎么样的步骤 然后中间需要做什么,刚开始需要做什么准备 到开始看房到结束 到买房这个过程有什么,我会一一的详细介绍 其实我在之前就拍了很多类似的影片 然后都是英文的,然后有中文字幕 但是都是短短的两三分钟 然后今天这个影片我想要就是讲的 每一个步骤讲的更仔细 所以给第一次买房的这些买家可以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 那我先记得我介绍一下 我在芝加哥住了18年,2003年就过来的 然后所以对所有的,也不是所有的,就是很多在城里面的一些内部都很熟 那我之前也住过郊区 然后做房地产这一方面大概是毕业后就开始,大概10年左右 然后刚开始做接触到一些EV5方面的Immigration Investment 那现在这两三年我都是做帮客人买房,卖房跟租房子这样子 那我就开始切入这个 那其实买房子的第一个步骤 大家都想知道就是你自己的预算 那预算有,买房子有两种 一个是贷款,然后一个是现金买房 那如果你是现金买房的话 那这个很简单 这个资金只要是在美国 那你只要把你这个Bank Account里面的Balance给我看 假如说你有存30万 那你现在想买30万的房 那这样很简单 我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开始看30万的房 那如果说你买房子需要贷款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到银行那边 任何一个Lender 就是哪一方叫Pre Approval Letter 这是一个银行发的一个批准 借钱给你的一个信 那上面会跟你讲说 银行愿意贷多少钱给你 因为贷款不是说我们想贷20万 我们就可以贷20万 银行那边需要批准下来 那它会去算你的薪值 然后你的Credit Score 那你有没有其他的欠债 那这东西全部加在一起 银行会开出一个 说我们最多可以借你多少钱 然后这个银行借的钱 再加上你自己银行里面的存款 这个才是真正的预算 那拿到这封Pre Approval Letter很简单 而且是完全免费的 所以其实很多人 想说看房的一个步骤是说 直接就出去看房 这个是错的 如果你要贷款的话 你得先去跟银行那边拿到这封信 那我们这边 假如说你是买家 我在带你出去看房之前 我都要把这个Pre Approval Letter 给卖家看说我们是有这个能力 去看你这个房的 那现金的买家也是 现在很多的卖家 或是卖家的代理经纪人 他们都会要求看到这个 Bank Account的这个Balance 或者是Pre Approval Letter 才让我们去看房 那这是第一个步骤 如果说你是买家 然后现在不知道 跟哪个Lender做得好的话 去拿到这个利率啊 什么因为现在30年的利率 都不到3% 那今天是9月17号 所以因为这个利率是会变的 2020年9月17 这个都会变来变去 所以今天的利率 30年不到3%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买家 现在在市场上要买房 是因为他们 以前这个30年最多的时候都到 以前有到5-6% 然后之前 之前都还到3.5什么的 现在不到3 那我们拿到这一封 Pre Approval Letter之后 当然是里面有中间 那当然就是 我这边就是有做买跟卖 那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买房子 那我就会把 我会跟你讨论 In Person 或者是电话 或者是Zoom 这讨论 第一次我们都可以 把你想要的 我们今天拿到一封 40万的Pre Approval Letter 然后中间有35万 是银行愿意带给我们 那5万是我们自己现金 那现在我们的预算就40万嘛 那打个比方 你想要买个 Two Bedroom Two Bath 两房两位浴 然后想要在South Loop 这边买房 然后我这边就会把 你想要买房的这些 Details我都会记下来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 叫做MOS Multiple Listing System 然后我可以从 这一个Database里面 发所有的房源 是符合你条件的房源 那第一个当然是地点 很重要 有时候买家在买房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我可以住在South Loop 我可以住在Uptown 我也可以住在Lakeview 也可以住在West Loop 都可以 这个时候就会很难 很难找到房 所以我会建议这些买家 在自己有空的时候 可以maybe开车到West Loop 或到South Loop 去看一下说 如果你工作在哪里 开车要多久 那你平常生活的 都在哪一个区域 因为我们在看房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 到你到Uptown也看房 到Lakeview也看房 到Lincoln Park 看到到South Loop 这太多 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先 Narrow Down 说买家想要在哪一区 去买这个房 那买这一 怎么Narrow Down 就是你当然 要先去了解这一块 所以我会建议 就是买家在买房子 之前可以先去 多了解这个Neighborhood 那我们可以Narrow Down这个之后 价钱 然后几个房间 几个卫浴 有没有包车位 那你的HOA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HOA是业务管理 每个月都要付的业务管理 有些300块 一个月 有些800一个月 中间差什么 有些800块 然后也包括有Doorman 有游泳池 有健身房 有package room 可能三四百的 就没有包括那么多 这些服务的项目 有一些包括AC 冷气 heat 暖气 cooking gas 煮饭的那个煤气 那这个东西都不一定 所以我们可以先讨论说 你的HOA 每个月 想要控制在什么 那我把你 你跟我讲这些全部东西 我记录下来 然后我发适合的房源 给你去参考 然后你收到这一些listing之后 你可以在电脑上有照片 有一些有影片 会拍 有一些卖家现在会拍视频影片 那或是照片 你可以去浏览 然后过滤 你可以大概选出个十套 十一套 房子 如果说你选出了十套 你喜欢的 真的喜欢 你喜欢的是说 联税啊 税金嘛 real estate tax HOA 地点 房源 这都是符合你的条件 那我们可以 我可以帮你安排 如果大概十套房 我会安排两天去看房 我都会建议说 大概一天 大概看五套最多 有一些客人会想要多看 一天看个十套 十一套 其实我每天都在做看房的 有时候只要看到 第五第六套的时候 其实我们人的脑筋 已经会没办法接收 那么多的讯息 等于是说 你在看第六套的时候 你第一套都已经忘记 那套房子到底里面有什么 等于说我们就变得是在 走马看 没有很认真的去看这套房子 所以我都会建议说 一天大概就看四五套左右 然后认真的去把 这个房子看清楚 而且因为这些都是 已经选择过的嘛 我们从 网路上这些都已经看过 因为照片影片都看得到 那去看房 那当然接下来就是看房这个 这个步骤 那我大概都是要给卖家 大概24到48 24到48小时的这个 时间 别人刚刚讲说我们要去看 通常都是OK 那我把pre-approval letter 或者是我们 bank account balance 现金买房的话 就是给对方 然后去request这个 showing 那打个比方 假如说我们今天看了十套房 中间 买家 有很喜欢的一套房 非常非常喜欢 那这一套房 那下一个步骤 就是make offer嘛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假如说这一套房在市场上开出的价格是 asking price 40万 那我这个买家 你是买家 你很想要去买这套房 想要买下 你问我说 我们可不可以35万买下这套房 或是32万 这个价格不是说 他开40万 我们就杀个5万这样子 我会做的是 也叫做CMA的report 我会把 因为通常在市中心买房都是一栋高楼 或者是 同个楼里面会有相同的户型 那我会把 这个相同户型 在过去12个月的成交价 这些资料拿出来 然后呢 我会用这一些过去12个月成交价 去做比较说 假如说其他的房都是卖到41万 42万 或40万左右 都是一样的户型 因为这样子代表说 这个卖家开只有40万 其实没有 其实他是按着这个市场价去开的 那如果说 那我当然就再去比较说 我们喜欢这套房源 是不是跟其他的这些成交 过去这12个月成交 他里面的appliances 会不会是他的冰箱 或者是他有没有木地板 还是地毯 就是去做一个比较 那如果说我会帮你算算说 其实这套房我们可能可以39万或38万把它拿下来 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你讨论说 我们要怎么去开价 说如果说想要39万拿下来 可能就是38万去make这个offer 然后看可不可以make in the middle 这个开价方式有很多种 可是因为我常常遇到客人是说 40万的房我们30万买下来 那这个不是说 像菜市场买菜一样 就是你随便杀价对方给你 因为我们都是要去把这些 整个大环境 这一区房价到底是多少 我们要去compare 然后去做 去做这个分析 那这个我会 case by case 我一定会跟你一个一个去讨论的 那我们在make这个offer的时候 上面就会有 买家这边会决定说 什么时候叫务嘛 然后 home inspection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attorney review 这接下来很多东西要走 那就是 打个比方说 好我们双方 卖家跟买家达到了一个 共同的agreement 在这个price上面 对方答应38万卖给我们 那我们也ok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 卖家买家双方签止 我们现在就是 拿到了这个合约 等于说我们现在 under contract 就常常会在听到 real estate里面有一个 turned out under contract 接下来我们就要走 这些过户的行程 那这些过户行程 大概是六个星期 如果是现金买房 大概四个星期 如果要贷款 现在大概都是六个星期左右 可以拿到under contract 之后到过户 大概六个星期 那之后 第一步就是 home inspection home inspection就是 房屋检查 那我们会去 现在房屋检查就要有这个license 那网路上有很多 我会推荐给你说 可以跟哪一家做 那我们就请这个 有license的房检师 到我们这个房子里 来做房屋检查 这个房屋检查不是说 我们是要检查是一些大 structure issue 或者是有没有漏过水 或者是假如说房内有洗衣机 烘干机这些可不可以用 那洗碗机是好的是坏的 它会帮你来测 每一个appliances 或是帮你检查 这些大结构上 有没有 房子有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说是一些 小问题 例如 cosmetic的东西 例如说 我不喜欢这个油漆的颜色 我不喜欢 这个 这个厨房 这个cabinet太旧了 我不要 我要 我要卖家帮我换一个新的 这个冰箱我不喜欢 我要换一个新的 这个home inspection 已经不是我们买家 要进去跟卖家 要这个要的 已经不是在 我们没有在你勾鞋 我们现在只是在检查 这一套房子 有没有 这些appliances fridge stove dishwasher microwave in unit 这个laundry washer dryer 是不是有 可以用的 不是说 我们现在要他换一个新的 这个不是 这个很多买家都会搞出说 以为说home inspection 是又可以再去 进去再去跟卖家要动要息 不是 这个只是已经结束 我们现在就是要检查 这个 这个房子上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说检查出 任何的问题的话 大问题的话 我们买家这边 可以跟卖家 要求 修缮 或者是 给我们一个 给我们钱 就是credit 在closing的时候 让买家自己去做 这个时候就是 attorney refuel period attorney就是律师的 这个审月期 我们因为买家 卖家一定会有律师 那买家这边会请一个律师 我这边也可以推荐给买家 如果你没有律师的话 那 律师大概就是会帮你把 home inspection这些东西 呃 跟对方做讨论 要求修缮 或是 赔偿 那还有 律师的工作还有很多 还有帮你检查说 这个title 是不是transferable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title是不是ok的 有没有 有没有law suit 有什么有什么其他东西 会造成这个房子 没办法做closing 那律师信上面 大概是两页左右 会 会跟对方确认说 我们这个房子是不是 不是short sell 没有foreclosure 有没有淹过水 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律师 会帮我们 在attorney review period的时候 跟对方谈到 那 等到 刚才有一点没讲 就是我们一拿到contract的时候 我们买家就会先缴一个 initial earnest money 这个大概都是1000块左右 这只是最 一开始的这个押金 只要给1000 那等到这个attorney review 结束之后 我们就会把押金 补到百分 soul price大概百分之三 到百分之五 所以这个押金到底是多 是少是看那个房价是多少 通常是百分之三 到百分之五左右 那这个attorney review 结束之后 代表就是说 我们买家跟卖家 已经把home inspection的东西啊 还有退税 因为卖家也要退给买家税 因为我们在 在缴这个房产税的时候 都是今年缴去年的税 所以我们现在2020年 如果买了一套房 我们2020 1月到 这个现在9月的税 明年才叫 所以现在的卖家 在卖房的时候 都会退一笔费 给买新的买家 一个这个tax credit 那这个多寡 就是律师 会去帮我算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 等于说 attorney review 结束了 那现在接下来该做 假如说你是 买家是要买condo的话 那一定有condo association 那这些有condo 这些document 我们会请卖家那边 把这些资料给我们 然后去跟他们申请 那买家这边就有五天的时间去 看这些conto association的 有没有什么 rental rule 那可不可以养狗 然后他们每个月你要缴的这些hoa的费用 他们是怎么去花费的 这个时候就是在hoa review period 那对于要做贷款的买家 这个时候也很重要 因为你开始要跟 当然是一开始 你就开始要跟那个lender 就是银行这边开始去 银行会问很多很多的这些问题 然后提供一些资料 那买家就是要一直去 配合银行 去把这个贷款做下来 那银行那边还会 如果你是贷款的买家 银行那边会派出appraiser 去我们要买这个房源 去做appraisal 去确认说 假如说我们今天买这个房子 跟卖家刚刚讲了 38万要买下这套房 银行这边要派出一个appraiser 去appraise这个房子 去估价这个房子 确定说 我们买到的这个房子 真的有值38万 如果这个银行 派了这个appraiser去估这个房子 他说这个房子其实只值了35万 你们为什么是38万买下来 等于说我们多付了这个3万 银行这个时候会不会做 不会贷款下来给我们的 这个时候就 因为现在的银行都非常的小心 他不愿意去把钱带给一个买家 然后这个买家是买贵了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买家的方式 如果你有贷款 因为银行那边会去帮你去做这个appraisal 去让你确认说你这个房子是真的有这个价值在 不是说卖家开多少 我们弄多少讨论之后就买下来 因为银行那边还会在confirm说 我们这个买家是真的有这个value 是真的有这个价值在的 那这个appraisal去做 然后当然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locking interest rate 就是买家要跟银行继续做这个东西 那到最后我们会拿到一个叫clear to close CTC 等于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拿到这个贷款了 银行愿意把这钱给我们 通常这个是要一个月的 从拿到合同合约contract之后 到CTC clear to close 大概要一个月的时间 有时候更久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都拖得比较久 那拿到这时候代表说 我们现在买家OK去买这个房子 我们就会schedule 跟卖家跟买家 我这边就会帮你去确认这个叫做final walkthrough 就是在 签合约 最后一天交屋那天 然后的前一天 我们会去做这个final walkthrough 就是交屋前的房子检查 就是可能在我们之前 home inspection的时候 可能房子里有出一些什么小问题 那如果卖家答应说我们要去检查 或是卖家原本 他的家具都还在这个家里面的时候 我们在final walkthrough 我们就会进去 把这个家里检查一遍 确认都是OK的 那我们隔一天就可以做 那在交屋前一天 如果你是贷款的买家 那买家就会 在银行那边都会跟你讲说 你要把多少钱转到Title Company 就是过户公司 所以你当天去过户的时候 因为钱转过去都会有时间 所以你都要在过户的前一天 会把钱转到过户公司 Title Company那边 让等着 过户当天 律师就是我们买家律师 会跟买家 因为大概有 通常都有大概两三百页的 这些文件要签字 那买家通常都是要亲自到 那过户地点不一定 就是要看你买的房子在哪里 那这个都是 还是我到时候一定会跟你讲的 那到现场之后 律师会一页一页的给你介绍说 解释说这个文件到底是什么 你签了是什么 那过户通常一个钟头就会OK 久一点大概两个小时 那基本上过户完之后 钥匙交给你 这房子就是你的 那我都会跟客人讲说 那你有HOA的这些大楼 你要去跟HOA介绍说 你是新的买家 然后你需要 你每个月要讲这些HOA要怎么讲 你要跟这个大楼介绍一下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moving啊 怎么要reserve这个电梯 那你都是要去 跟大楼去讲一下这样子 所以 这个20分钟 我大概介绍了这个买房 从最前面到最后面 那中间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可以随时email我 或是打电话给我都可以 那现在 我会说大家 很想要知道说 现在是不是一个买房的好时机 我觉得在对这个 这个利率非常的低来讲 因为我没有看过利率是低于3的 已经从来没有这个数字过 所以对你一直有在想要买房的 这些买家来讲 这个是很好的时机 那市场上现在 还有蛮多房源已经放了一阵子 那 可能有些人 不敢买还是 还是not ready 那这个时候 我们去谈这些价格的时候 其实都还是蛮好 去就是 你勾学这些price 还有这些terms anyway 所以今天的影片 大概就到这样子 那你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随时就是联络我 我没看过去的